万圣节活动即将登场 当地已经布置了万圣节主题录灯旗 营造出浓厚的过节气氛 今年有六大活动亮点 包含全台最大的巨型南光 有光雕秀演出 还有逛街游街等等的派对 请到澳洲的表演团队增添国际艺术氛围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了 不止水果奶奶高雄市长陈其迈 也带上法枯皮上皮蜂打扮发糖果 小小还看到糖果眼睛都亮了 还有口袋小子皮擦惊喜现身 一起为今年的高雄万圣节活动宣传 25号就会有光雕的表演 然后在26号也会有变装的大游戏 一定会有很多的经验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万圣节到高雄 10月26号27号舞台上面的表演 我们也是全员出动 然后还有封街涂鸦 对不对 还有装扮 我们有大大大的皮擦 今年高雄市府扩大举办万圣节活动 结合各种创意巧思 推出六打亮点 包括高达22公尺高的巨型南瓜 白天晚上都吸睛更有光雕秀演出 另外活动更请来国外表演团队 来自澳洲的艺术团队首度来台各式各样的法广大 将在游街派对上献身 带领大小朋友进入魔法的神秘世界 一连串精彩活动 希望让市民沉浸在浓厚的节庆氛围当中 赞领新闻胡适音在高雄